我们这一颗画个小叶子的柿子 我先把这个柿子的叶子拆一下 用这个颜色 一边呢沾点这个 画青 画上几片叶子也可以了 这两片选叶子 几片选叶子 之后呢这个地方画它的核杆来 我先把核杆送着勾一下 把叶子 就用旧毛 稍微勾一下 往下出来 出来往下 这个挂下几个 之后呢我们先用这个 大点的毛笔 我们是笔动呢 先沾点这个鹅黄 这鹅黄呢需要调一下 就是少有点偏黄的颜色 但不要太黄了 稍微调一下 之后呢这样呢 猪标或者猪杀都可以 调一下 再加上大红 就可以了 大红的边上呢我们可以加点鼠红 都可以 这时候呢我们先画 好 对面一个 朝外的 我们是转一下 转一下 出来 这里边呢 高光我们可以留着 可以把它图进来 好 这是一个 爬完这一边呢我们先用重点颜色 勾出它这边来 这个地方勾的时候 一笔 两笔 勾为大一点 这个地方呢是空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 先勾出这个重点颜色来 勾一下 一笔 两笔 这样 勾一下 最后呢我们再用 大一点颜色 勾出大一点 那边 一下 两下 勾这个空 再收一些 这一个 一个 两个 这个呢是往下垂的 我们也是先画的上面这个 这一下 勾一下 这点空出来 空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这样 稍微可以大一点 放这个下来 一 往这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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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一下啊 调出来 这是一个式的 这是一二三 换完了 最后呢我们需要用那个 小姐的毛笔 我这样的话勾出它的这个 湿地 我可以这种点的方法啊 我可以这种点的方法 这样的一笔 两笔 三笔点一下 这个地方呢 到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上面往这过来的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个地方可以加点不加都可以了 这是三个小柿子 都画完之后 我们就调一下 稍微干一下的时候我们画的小麻穴 这个小麻穴的画板很简单 我们用折色的颜色 先画一下 它这个麻穴往上飞啊 往上飞 冲着这个 柿子来 把这一点 在他头部一点一下 这个地方是他的背部 两笔 这个地方呢是他的一个翅膀 这个地方是下个翅膀 膀胀 毛穴扫出来的 这个效力 这个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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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我们就拿这个重担毛笔 重墨 先画一下 而且嘴是 这是短头啊 这是他的眼睛 这点我们加个塞板 这是他的尾巴尾巴我们可以什么 加一块黑色这个地方是把他的翅膀 这一块稍勾一下这个地方是他的翅膀 往外一点 点一下点 稍微勾一下啊勾一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拿淡墨 拦一下 拦一下这个地方啊 后面拦一下 这个小麻雀非常紧的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鱼尖呢 稍微拿墨色啊 可以加一点小汁 6点小汁可以出来一个 出来小汁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叶 加一叶 加一叶 6点可以飞出一个叶子来 浓沫再把它勾一下 拦一下点过来 好了 如果呢我们剪一下用这个 三绿的颜色 三绿是要把这个湿地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 一二三 一二 一二 点一下 这上面呢点两个颜色 这一个 是这个点个底 这个颜色的化飞 这个里边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拿点 稍微的颜色 给它填一下也行 使它进去 叶长 从这上面 出这样吧 出这样下来 小型 圆形的小柿子图 三个小柿子 简单的